近日,在路易斯安纳州巴囤鲁日一个节日派对现场,克里莎·约翰逊开车来接人时,遭到多人枪击。 案发后,有三名嫌疑人被逮捕,均为19岁。 嫌疑人称,他们的枪击目标其实是另一辆汽车。 他们认错了车辆,误杀了克里莎。 而克里莎被枪杀时,已经怀孕9个月。 目前,三名嫌疑人被关押在当地监狱,被控二级谋杀罪。 克里莎的死给她的家人朋友带来无法挽回的伤痛,但这样的悲剧还在持续上演。 18号,美国缅因州发生一起四人在家中遭枪杀事件。 随后还有三人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时遭枪击受伤。 警方表示,这两起事件相互关联。 目前,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嫌疑人,相关调查仍在持续。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,今年以来,截至4月19号, 全美各类射枪事件已造成超过1.25万人死亡,9800多人受伤。 除枪手外,造成至少四人伤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已达到165起。 再次听,讲得很晚。 再次看,看看这些年纪电话里边。 再次看,看来看来看。 就是看得宜 wi摹就涮消灯了。 看来看,看好。